智能套料 无人吊装 数职工厂 怎样赋能传统制造 当我们的利用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的时候 我们的成本可以节省两千万 绿色化 智慧化 高端化 专型 小镇里如何产出高端铝材 防空防天 船舶用 这些加工费都是非常考问的 比这原来甚至要翻一翻一翻的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传统制造变形剂 我国是工程机械大国 市场销售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不过近年来 工程机械行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几家领头羊在拓展国外市场的同时 也在生产过程当中积极开展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 数字赋能能否助力工程机械行业走出低谷 实现困境反转呢 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这是湖南长沙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的泵车生产车间 被称为18号厂房 在这里 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泵车 整个生产流程几乎全部实现了数字化 智慧化 我现在就是在一台即将下线的泵车上 它主要用于在建造的过程中输送混凝土 在这里 最快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这样的设备 打开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的黑色的盒子 它就是这台泵车的智慧大脑 可以实现设备的数字化运行 据了解 这个18号厂房是最早的一个传统厂房 完成数字化改造之后 是如何焕发新机的 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生产一辆泵车 就像裁剪一套西装 只不过 这里是智能化的钢铁裁缝 第一步 就是根据泵车的型号 裁剪下料 一块钢板究竟应该七几个圆 几个方 这曾经是让猪威最头疼的问题 为了料尽其用 减少废料 猪威和团队共同开发了自动套料系统 猪威给这套系统安装了聪明的大脑 他经过大数据学习 精准计算 可以根据当天的订单需求自动形成套料方案 而且他还特别爱学习 持续计算优化套料方案 不断提升钢板的利用率 现在要生产的是混凝土机械设备 这块钢板长10米 宽1.6米 正在切割的板材将用来制作泵车的支腿等结构建 在18号厂房 每年钢材的使用量多达1.7万吨 多省一块就意味着同样数量的钢板可以生产出更多零部件 整个集团是应该是在2019年应该只有70.8% 而我们现在目前整个集团的这个平均利用率的话 已经81.8了 提升了将近11个点 当我们的利用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的时候 我们的成本可以节省2000万 邓骏曾是这个厂房的套料小能手 三年多前 它需要一个个零件的手动模拟 凭借经验去估算最优的钢板利用率 有时当天的下料任务要12个小时才能完成 紧张忙乱 而现在它只要用鼠标轻轻一点 就可以同时完成多块钢板的套料 精准高效 而套料员也由之前的5名减少到1名 以前就是玩那种俄罗斯方块一样的 就是脑子要快 你工作久了的话 我的眼睛就会看着就会很模糊 很疲累 像现在的话我就一键自动排完 我上班就会轻松也开心很多 而诸威发现这套系统还有改进空间 他们准备把钢板横向和纵向切割间隙 做个性化调整 绿色的线条是表示我们需要通过激光进行切剖口的 间隙是需要18个毫米 这个红色部分这个直切 它的这个套料间隙其实理论上面10个毫米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软件会导致我们直切 像它的这个套料间隙也加大到了18个毫米 我们现在需要开发一个功能 让我们这个方向的这个间隙和这个方向的这个间隙 是可以单独调节的 这样的话可以压缩这部分直切部分的这个间隙 然后来提高我们整个这个套料的这个流量 在18号厂房罚块加工区 高级技师工伟力正在和工友监控一批新罚块的制作 在这里工作了22年 工伟力已经是罚块加工的专家 罚块是泵车的关键零部件相当于泵车的心脏 罚块上的孔相当于心脏上的血管 机油从这里通过为泵车提供动力 工伟力说以前他们都是人工操作摇臂给罚块钻孔 每个大小孔是否合规需要肉眼比对 一个泵车用的罚块至少需要加工7个小时 一天下来浑身疼眼泽酸 这来到12个小时13个小时每天都是 如今整个厂房完成了数字化改造 罚块打孔全部由智能化设备完成 只见机械手运来罚块原料 机器自动打孔 工伟力只需要动动手指操作电脑 监看机器工友的运行状态 这样一台设备可以关灯时混合生产 163种罚块 小时抵抗了 它这个机械手 它就是日立工作 大概我们这条比例就是改成了劳动强盗 是吧 这个质量在这儿保重 罚块自动化打孔 只是这个工厂智能制造的一个缩影 如今18号厂房的全部9个工艺 32个典型场景都已实现了智能作业 整体自动化率接近80% 遍布工厂的1540个传感器和200台全联网机器人 每天能产生超过30TB的数据 相当于一座20万人口的县城 一天产生的手机网络流量 相比传统制造方式 智能制造产能提升123% 人员效率提升98% 单位制造成本降低29% 原来这边最大的产能是13台 我们改造之前 改造之后我们做到了将近30台 它能效是一般工程机械 同等行业的基本上两倍到三倍 我们的人员是只有原来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了 刘文龙参与了18号厂房数字化改造的全过程 他告诉记者 和生产汽车不同 工程机械装备种类多 批量小 所以他们的厂房必须具备柔性化生产能力 可以生产263种不同的工程机械装备 这个厂房里面我们现在左边的线做了泵车 右边的线做了车载泵 虽然说所有的泵车都在这里生产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把我们的擦车 撕喷机 其他的一些泵车产品也拿到这个厂房里面来生产 距离18号厂房不远 是重卡生产基地 生产负责人黄铁 正通过遍布工厂的摄像头 检查生产情况 和传统的制造车间不同的是 黄铁管理的不是工人 而是一台台自动运行的机器人 如果发现问题 他会立即赶往现场排查 大概停到这个点 这是一个管控点 就是这个车 对对对 它亮黄灯是不是就证明它 它现在绑定是错过的 绑到后面穿上去了 经过简单处理 问题顺利解决 在这个重卡工厂 700多台AGV无人运输机器人 通过5G信号相连 沿规定路径实现自动运输 往返穿梭间 物料配送自动化率超过99% 车间配送效率提升50% 而这也成为重卡产线 柔性化生产的关键 和传统行业相比呢 我们采用的是单量分配送的 单量分配送就意味着 我们的每一辆车 在随行的AGV上 完全是整车的 这个所有的物料 可以实现整个产线的 牵车牵面 也适应了我们现在 整个行业的小批量 多品种 这么一种订单的接单模式 借助于数字化 智能化 信息化 传统制造的厂房正在发生叠变 22万平方米的厂房里 在一线忙碌的工人100多名 而机器人200多台 是工人数量的两倍 钢板进 正车出 平均每4分钟就下线一台重卡 人均投入产出 比较传统工厂 提升一倍以上 黄铁说 数字化产业园总投资 超过220亿元 巨大投入和高效产出之间的平衡 也是企业考虑的重点 实际上我们在投整个数字化的时间 我们是算过账的 看起来我们数字化一次投入比较高 但是回报周期很短 基本上三年所有投资回报全收回了 不仅是数字化 在这个工厂 绿色化改造也正在加紧开展 这天上午 负责对接光伏安装的杨阳煤和运营人员 一起来到厂房屋顶 对即将并往发电的光伏板进行检查 这个屋顶分布是光伏项目的装机容量 是20兆瓦 一年的发电量大约是2000万度 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 正持续输入企业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目前的话我们整个产业园 如果是光伏全部投厂的话 白电的话是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的用电需求的 整体的话能够为我们的能源费用 节省20%到30% 我们预计是5年左右收回成本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级 给工程机器行业带来生产效率的成倍提升 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给传统制造带来曙光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传统制造变形故事 发生在铝加工行业 我国是铝工业大国 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 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又会让铝加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到国内最大的铝板代博生产基地去看一看 走进河南拱义的一座高精旅车间 只见一块块闪烁着荧光的巨大铝钉 整齐排列 经过锯切 洗磨 热闸 冷闸 这些长9米 重30吨的铝钉 被加工成厚度仅有0.2毫米 长18000多米的铝卷 我们常用的一拉罐盖就是用它做成的 目前这家企业罐盖料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25% 也就是说 国内每四个一拉罐品盖就有一个来自这里 相比传统铝产品加工不断提升的附加值 也正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我们现在这个盖子在国内的一个市场占有量是第一 销量的话 现在我们一年的话大概在12万 我们再要找一些溢价的点 别看一个小小的一拉罐 其中的门道可不少 这是超薄一拉罐用的铝合金带材 有多薄呢 0.208毫米 也就是两张A4纸的厚度 0.208毫米厚度的铝材在行业内被称为珠穆朗玛 不仅薄 还要有强度 耐腐蚀 而这种厚度的铝材曾一度被国外垄断 对于一拉罐盖来说 厚度每减薄0.001毫米 尾端铝材可以多生产1700个盖子 成本降低就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的增加 然而研发这种又轻薄又又韧性的铝材 过程却很艰难 做小炉试验之后 得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合金成分 但是呢 转到大炉生产的时候 进行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 在客户端还是遇到了一些漏盖的一些个问题 当时就是把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个激情 当时就是喜悦 就是完全给浇灭掉了 王小蕾他们没有放弃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 最终通过改进熔炼端和铸造端的工艺 成功实现小炉转大炉 生产出合格的0.208毫米厚度的铝材 填补了国内超薄罐料 批量化 生产的空白 河南拱益的铝加工产业 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 在拱益市回锅镇 一度出现家家办工厂 户户机器响的红火局面 然而粗方 高耗能的发展方式 不可持续 在政府专项讲补的政策引导下 一批头部企业 开始向高端铝材和绿色低碳的方向 逐步发力 研制出超薄铝材也只是开始 工程师王小蕾 正和同事进行新材料研发试验 他们用模拟熔炼试验炉 对不同成分的铝合金产品 进行融化质样 这是46.9克 46.9克 那就直接拿这个样好了 22克 王小蕾他们正在研发的是 一拉罐的铝合金耐腐蚀盖 试验中 小型熔炼炉的温度会调到700度 半小时后 铝制样品融化 再放入不同比例的合金 进行耐腐蚀试验 王小蕾告诉记者 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一拉罐盖容易出现腐蚀点 这是很多企业为此头疼的难题 2023年在东南亚这边 客户就提出了硬力腐蚀 然后就是他们的下游 就是国外的下游客户 给他们提出来 盖厂是想和我们一起去研究 说是怎么去帮助 我们的共同的一个客户 去解决这个硬力腐蚀的问题 高端化的产品 离不开智能化生产的助力 在这家企业冷闸工序的一个工厂内 两台智能化无人起重机的引进 改变了传统的人工司机调运模式 20多吨的驴卷 被无人起重机轻松吊起 精准地在不同工序之间运转 整个流程安全高效 在引入智能无人起重机之前 都需要人工去吊起驴卷 工程师崔玉喜介绍说 这个厂房一般容纳400多个驴卷 每次作业 司机都需要费力 在众多的驴卷中 寻找所需运送的产品 耗时耗力 现在只需要一名员工 坐在厂房里操作电脑 智能无人起重机 就可以自动完成所有的工作 而之前需要手动测量 驴卷温度的工作 也被替代 智能化升级建设的同时 绿色化生产也在不断跟进 对于铝产品加工行业来说 废水处理一直是一个大难题 这家企业在2022年 投资建设了新的废水处理站 日处理废水量可达2800吨 能处理这个厂区 所有工厂排放的污水 处理后的废水 达到国家对黄河流域 排放标准要求 还实现了45%的不用率 我们现在正在谋划废水 零排放项目 在一期废水处理的基础上 把废水继续进行处理 能够实现100%利用 一个一拉罐瓶盖 蕴藏着不少企业 转型升级的密码 而更多高端化 智慧化 绿色化的转型故事 正在不同的厂房上演 在龚义市另外一家 铝加工企业 技术负责人罗小雄 正在研发船艇 与深远海工程 耐实可汗中高墙铝合金 这也是科技部 接榜挂帅项目的 一个子客体 由于这种铝合金 用在高技术传播上 对材料力学性能的 要求极高 经过不断的调试与试验 他们刚刚生产出了 一批合格的样品 设计这个合金成分的时候 创新线 加入了一种稀土元素 今年4月份 我们第三批 那个做出来完后 整体的结果 基本上都满足那个要求 罗小雄2017年 刚来到河南拱益的时候 这家工厂主要生产的 还是普通旅材 他带领团队 给工厂的热帘炸机 装上了聪明的大脑 这个大脑 不但能自动找到 最佳的杂质温度和力度 强大的自我学习和自我优化功能 还让设备性能和产品精度 持续提升 有了这个智慧大脑加持 现在他们可以轻松生产出 专用于手机中版的 高端铝铭合金 这种铝铭合金的价格 比普通铝材高出了5倍以上 这个产品实际上应该是民用产品里面 是目前我们公司的这个加工费最高了 大概1万5左右 一吨 每吨能达到1万5千元 对 所以说这个是利润相对是比较好的 工艺自身并不产率 但这里却有4家中国铝板代博10强企业 全部铝加工企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 突破1000亿背后靠的就是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在另外一家企业新引进的热莲闸生产线上 正在生产的是新能源车电池用的水冷板 主要用于电池塞热 虽然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铝板没太大区别 但它的价格却是普通铝板的四倍 除了水冷板 这条产线上生产的铝材 还应用到航空航天和造船 航空航天这一块吧 我们主要做的一些飞机蒙皮板 穿舶方面主要都是一些穿舶的甲板 普通的铝板代材吧 它的加工币可能都是三千四千左右 航空航天船舶用 这些加工费都是非常可观的 比这原来甚至要翻一翻一翻的 王卓正告诉记者 最近五年 他们企业的产值从一百多亿增加到三百多亿 而生产线工人数量几乎没有增加 产值增加的秘密就藏在这个智能工厂里 这条生产线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自动调整参数 杂质一卷铝材 全程只需要十分钟 在这间厂房里 人工插车被智能激光导航的AGV运输车取代 驴卷还可以由地面油轨系统自动搬运 护留效率大大提升 刘苗霞曾是一名骑重航车司机 负责钓运旅卷 他告诉记者 就在半年前 他还要每天爬到高空驾驶室里 开着航车 低头弯腰 寻找需要钓运的旅卷 现在他只需要站在电脑前输入货号 驴卷就可以由系统自动完成运送 不用爬到高空 操作也更加精准 在航车掉的时候 安全性能后下来就是效率快 这儿的厂商也少 智能高价仓库 也是这个工厂物流效率提升的关键 存放半成品的智能高价仓库 就像一个巨大的 由机器人管理的图书馆 他们由立体化管理装置操控 能自动运送旅材 而存放产成品的高价仓 则像一个旅卷旅馆 智能系统会像调度员一样 轻松控制这些旅卷入住和退房 整个过程流畅而高效 牛项客负责在成品仓库发货 之前出货时 他都是开着插车去找 有时取出最下面的旅卷 需要先将上面的旅卷挪开 费时又费力 而现在这个成品 智能高价仓库里 牛项客只需扫码就能自动出货 现在有司机拿着扫码卡后 我们抢一扫在扫围里面 我们有几个出货口 扫到那一种车货自动全部出来 感觉效率能提高将近十倍 在拱益 我们看到成堆的废衣拉罐 和旅厂的边角废料 甚至是铝屑 这些我们眼中的废品 在这里却是宝贝 通过一系列加工后 可以生产出应用于汽车 手机等各类产品上的高端铝合金 不过要想便废为宝 最关键的一步是废弃铝材的托漆 而废弃铝材托漆的关键是高炉 在这家再生旅工厂里 柴雪军正在给一台托漆炉 做停炉维护 这主要看哪些方面啊 看这个圆形炉有没有裂纹 这是其二看里面的脊灰厚不厚 是不是需要清理了 还有一个看这个烧嘴 烧嘴处有没有损坏的地方 柴雪军告诉记者 这台托漆炉可以实现99%的托漆率 助力产线实现再生旅高效生产 这个托漆炉它把温度升到500度左右 然后把这个低拉罐表面的漆把它脱掉 一年的产量是36万吨 就是再生旅循环综合利用项目 再生旅只有电解旅能耗的5% 已成为旅工业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 这家企业目前每年可以生产104万吨再生旅 实现再生旅资源的规模化利用 如今河南拱益市共有旅加工企业200多家 旅加工配套企业近700家 2023年拱益还专门出台了 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链掌制工作方案 设立了总规模20亿元的先进制造产业发展基金 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整个行业目前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接榜单位一家 国家级智能制造应用场景一个 省级智能工厂七家 省级智能池间14个 我们大力引导旅加工企业走高端化 绿色化数字化的发展道路 不断提升它的发展能级 传统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 一个个数字化工厂 让传统制造业的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 也更加绿色低碳 然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 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 比如数字化底层的技术有待突破 大中小企业协同水平急需提升 产业链龙头企业支撑带动作用 需要加强等等 但是我们相信 没有西洋产业 只有西洋企业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因困难而不为 坚持有破有利 传统产业同样可以向心而生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